为了验证这个螳螂到底有没有铁线虫 我是终于把剩下的部分从蚂蚁缸里给翻出来了 就找到了这么点三段翅膀和一条腿 而且我就翻它们点垃圾 它们还貌似不乐意给我 看见我翻它们蚂蚁窝之后 着急麻煌的就把剩下的食物给搬走了 生炮和它们抢 随后小分队也紧急出动 把我刚从蚂蚁窝里费剑巴里掏出来的 螳螂尸海给搬了回去 咱就说治愈的吗 好歹我作为你们的造物主 对我就这点信任度吗 那天天的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的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 该吃的不该吃的 是不是都给你们吃了 难道你们就没点感恩的心 现在你们就应该主动帮我调查事件的原委 看看那螳螂在下水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铁线虫从里边钻出来钻哪去了 而不是在这里猜忌我要抢你们的神 朋友们 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它们竟然在分批将堆在河边的幼虫搬回来 然后再把乙巢里的幼虫搬过去 那边满了就搬几只回来 那边空了就在从巢穴里搬几只过去 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忙的是不亦乐乎 看他们这样子 这是要把河边彻底当成御婴室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这里驻扎的蚂蚁大军更是兵强马壮 这倒是让我放心了不少 那就算真的有啥不明生物钻进去呢 它现在肯定在蚂蚁大军的镇压下也不敢出来 而且就算出来了它也爬不出来 就算爬出来对我也应该没有啥影响吧